我知道妳那天在比完之後 接受我們同業的採訪電子 那天妳比完 我有傳訊息給妳 聽說妳有分享就是妳爸 在比賽前傳簡訊給妳 然後聊著聊著就好像有蠻多感觸 可以幫我們分享就是那個簡訊的故事 其實那個算是家人幫我錄製了一段影片 然後我其實很意外的是 我爸講出那句話 就是 就是 我要哭了 我要哭囉 就是 很高興妳能站到奧運電場上 然後我覺得 他最後那句話是說 完成了他小時候的夢想 你決定我要哭了 我覺得這是我們一個心情的分享 因為我自己覺得蠻可惜 因為我們這次沒有辦法到現場 只不看分享 然後看到同業剖水我自己也覺得蠻感動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要請我的同事 瑋毅幫我們放一下 我們剛剛準備的 沙 我滴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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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 這不是那種嗎 一定可以的 我滴下來了 來 來 來 擔起我們學家的護衣 阿伯給你加油 夜上的祝福你 敬愛喜樂 加油 喜樂妹妹 恭喜你 再次他上了國際奧運比賽 你是我們的交友 我們都與你為榮喔 願神祝福你 加油 謝謝喜恩阿姨 我的跨欄女神 這是奧運比賽 我們不能到場 媽媽加油 她的媽媽 她的媽媽 你不要想太多 我們全家人支持你 心心滿滿 去植物就好 喜恩 應該 多不熟 比賽加油加油加油 耶穌愛你 加油 阿美族的跨欄女神 加油 謝謝喜恩 可可永遠支持你 喜恩 比賽不管結果如何 好我們一邊聊好了 你那時候PO出這個的時候 你說大爆哭 然後枕頭都濕了 好幫我們講一下這個 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感覺 之後要說的就是 很意外 因為我沒有想到 我大嫂會做這個影片給我 然後影片其實 還看到了我很久 沒有看到了舅舅 我希望我可以像你一樣 去各國參加比賽 加油 然後那個舅舅其實 生病很久 所以 看到的時候其實還蠻感動的 就是 她還有力氣跟我講這段話這樣 所以這是 大嫂自己偷偷企劃 對 姐姐恭喜你圓的奧運夢 奧運加油 喜恩 加油加油 阿伯恩加油 阿伯恩加油 我那時候看覺得你超多親戚很 很逗趣 就跟你很像 就是 明明是在講很震驚的內容 可是表達就很可愛 應該是說我們講就是 加油 不太會 就是把負面的情緒帶到嘗試 就是 不管是影片啊 或是家人的陷阱 所以我每次哭的時候 我會覺得 確定你要繼續入媽 的感覺 我會收不回來 對 因為我會收不回來 因為畢竟 我 我家人是 一開始哭的話 就會 眼淚是沒辦法滴 加油 阿公很老了嘛 所以 我們都會很珍惜 跟阿公阿嬤相處的時間 不管是他們生日啊 或是中秋節 什麼節日 我們都會 就是想辦法聚集在一起 然後 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近日的狀況這樣 嗯 我記得 國內的比賽之前 世大宇也是 其實親友團 一直都蠻蠻耗大的 你可以講一下 家人在你的運動生涯 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嗯 我覺得他們 佔了我 繼續為夢想拼命的這部分 佔了百分之八十 因為他們 不管我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都 非常非常的支持 然後 什麼比賽 大小比賽 他們都會號召 超多人 然後一起幫我加油 我覺得 在場上 你就是要有人幫你加油 你才會有一股動力 就是繼續往前 我覺得 累的時候 再看看他們 為我加油的聲音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對 我該加油 我們不能隨便放棄 因為畢竟他們都 這麼相信我可以這樣 謝謝 好 我想感性的時刻 就是真的是家族 跟你感情太好 那我要先延續這個感覺 先 他們也跟你講很多 秘密的收集的這些祝福 那你比完賽 可能社群有PO啦 但長輩 不知道有沒有都看 我就不知道 我覺得 透過電視其實是滿好的一個感覺 就是 這是你的一個夢想 他們也是你夢想的一部分 先跟家族們講幾句話 就很謝謝我的家人們 就是這麼支持我走 田徑這個項目 雖然真的很辛苦 但是 有你們的加油打氣 我覺得 是我繼續 邁向下一個夢想的動力 這樣 我覺得在你的運動聲音 家人 是一個一大塊 那另外一個 其實在你身上 我覺得信仰 是一個很重要的 包括你身上有一個 很帥的刺青 之前比賽也有看到 可以談一下信仰 在你 可能碰到的受傷 或是挫折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力量 我覺得 實際的經歷 其實是 亞運會的那個期間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那個時候 是鼓勵的狀況 所以那個時候 我在出賽前 我就在 那個房間裡面 關起門 然後自己停時刻 然後等跟聲道 告訴我 我知道我現在有傷 但是 成績展現的時候 是為你展現 而不是為我自己 所以那個時候 能夠進決賽的時候 我真的是 真是超感謝神的 然後 能夠進到亞運 這個賽圈裡面 的決賽 我覺得 都是神 所賞賜給我的 而不是我自己的能力 是大運 亞運 然後 爬搭 押近 再到東京奧運 你覺得這幾年自己 最大的不一樣 最大的成長 是 我覺得是 心態的成長 因為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 就是那個第一名 然後 出了 就是 其他大賽 就是 世代運開始 我就覺得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這句話 是真的很激勵我自己 因為 你如果把你的圈子縮小了 你永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然後 踏出去之後 你才會覺得 你是該努力的 而不是 一直處在 安逸的生活當中 出自權 那我們聊信仰 聊了家人 覺得有一點 太感傷嗎 只是沒有 我們再安排這件 因為我跟寫腳手 所以我們在 安排的時候 我跟他說我今天 還希望他可以 幫我們帶來一次 他運動生涯 我覺得另外一個 更重要的元素 就是音樂 那我們來商道具 然後讓觀眾朋友 看一下你的 另外一個才華 好 好 你在等我是嗎 緊張嗎 我們準備欣賞 謝喜恩帶來的 自彈自唱 好 日出日落 像情間寄落 錯過太多 你卻對稱了我 有冷用燈孤空白 你愛黑的碳水 睡吧 夢把你覆蓋 小聲說 很晚的晚安 最愛未必在身旁 請相信 天色減亮 很早的早安 淚系傷感 同時也溫暖 好緊張喔 我要跟大家透透露 他今天來化妝的時候 今天特別不理我 因為在聽歌 他一直在準備今天的表演 感覺怎麼樣 現場真的很可怕耶 跟你在社群PO不太一樣 對 因為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會比較放鬆 但是開始有很多鏡頭的時候 就會開始緊張 就跟比賽一樣 就是練習的時候很放鬆 但是一比賽的時候 就開始整個人都豎起來 所以你剛有切換到比賽模式 有 這比比賽好累 那我可以再加一首嗎 還有譜嗎 你想要聽什麼 就一樣深深一些 因為我比較喜歡你 最近很喜歡他是不是 沒有 他的歌的聲音跟我滿像的 沒有啦 對 不樂 不冷 不變的溫度 你把愛變成很溫 對我是另類慘了 不痛不癢 麻醉了傷痕 就是屬於我的幸福 想逃離著 我覺得我好壞 超壞 我只跟他說一首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 音樂 信仰 跟家人 我覺得啦 這是我覺得 大概認識你這幾年 然後看到你的成績 我覺得是你 田徑生活很重要的三大元素 你認同嗎 非常認同 那很難得的機會 大家也關心奧運洗禮之後 當然生活也很豐富嘛 其實也要回歸訓練了 最近在忙什麼 還有你接下來的比賽幾個 最近就忙訓練之外 就是還有在學校兼課 所以就 我覺得 能做這麼多角色 其實是 不要讓自己太專注於 田徑這些事情 因為你專注久了 你就會麻痺 所以還是要找一個 可以讓你心情回到 那個最初的那個感覺 所以經過了奧運之後 有找回你以前 投入在的那個喜愛嗎 我覺得 有 因為 因為 就是 長期真的很久 練習這段時間 就會真的很累 很辛苦 沒有錯 但是 我覺得奧運之後 會更加深自己對於 你原本的夢想 跟你的初衷是什麼 然後反而在訓練的時候 你會想要更珍惜這些時光 他講的珍惜時光 因為其實很可能明年的 杭州養運 如果順利的話 很可能也會是他的 計畫中應該有可能是最後的一場比賽 國際賽可能會是最後一場 這個想法 你大概什麼時候有這個計畫 什麼時候 其實是我剛回到那個教職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告訴我說 你已經歷經了那麼多屆的 就是學弟學妹 然後 你還能站到這個層上 如果再撐個兩三年 因為運動的可能精華時期 可能就要慢慢的走下坡 然後 誰跟你講 誰跟你講 誰的用質這麼狠 沒有 就是覺得 我也要有一個很完美的收場 我才會對得起自己 這些年來的辛苦跟對手這樣 所以我就決定 我要拼完這 明年的亞運會 我就要做一個ending這樣 好 祝福你在 一樣 家人跟大家的祝福之下 好 計畫 我覺得也許他之後又有不一樣的變動 你會告訴我 但是我覺得很豐富的生活當中 就像你講 不是只有田徑 不是只有訓練 我覺得在很豐富的人生當中 他也可以帶給身邊的人 其實很多的感動 我看你社群很多朋友也說 看著你這麼努力的去 我們看的不是只有描述 而是你心中的收穫 好 祝福喜人 希望你很快 又可以來我的節目 展現新的歌 好不好 謝謝我們想看更多的 中華英雄專訪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